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AI换脸是怎么制作的 以及它们背后的技术 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两种AI换脸检测的方法 对图片或视频进行换脸 这种方法早已有知 之前我们一般通过Photoshop等这些图像编辑软件进行手工操作 这个对操作者有一定的技能要求 这个过程费时费力 我们现在出现了DeepFake 这个是在2017年底出现的技术 它可以对视频每一帧进行自动的换脸 效率大大提高了 只要操作者有一个GPU的机器 他们自己就可以训练模型 自己就可以进行制作 不仅仅操作门槛大大降低 而且所制作的视频也能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请播放下视频 这些视频来自YouTube 左边是真脸 右边是假脸 大家看是不是做得很逼真 用AI进行视频换脸 这个技术有很广阔的应用前景 比如说美国一个博物馆 在银屏上复活了艺术大师达里 对于电视台 比如说北京电视台 它可以在节目中 让不适合出现的主持人消失 那DeepFake这项技术呢 就是让一个视频中 让某些人出现 或者说让某些人消失 既然人眼很多情况下 很难识别出假脸 那么人脸识别模型 是不是可以呢 大家看到的是 微软的人脸识别服务 左边是真脸 尼古拉斯凯奇 右边是星球大战的一个人物 他被换成了凯奇的脸 他们这张脸的人脸对比呢 相似度有86 这是第二组图片 被换脸的是总统 美国总统 相似度70.5% 这个对于微软的人脸识别服务 他们会判定 这两个人是一个人 这是亚马逊的人脸识别服务 对于亚马逊的人脸识别 第一组图片的相似度 能达到95% 第二组图片相似度能达到87% 既然机器和肉眼 既然人脸识别服务和人肉眼都无法分辨 那么我们是如何来进行 AI换脸检测的呢 首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Deepfake AI换脸 是怎么样 换脸视频是怎么样制作的 它首先是将视频的每一帧 抽取每一帧 然后对 找到目标人脸 对人脸进行换脸 然后再放回到人脸原来的位置 它所伪造的人脸 是人脸的中心区域 而不是整个的图像 所以这个过程不是端对端的 就不是说为给模型圆图 生成出是圆图 不是这样的 Deepfake模型是基于自动编码器 它有两组自动编码器 每组都含有一个编码器和一个解码器 自动编码器会将图片进行降维表示 解码器会对图片进行解码 恢复到原图 在训练过程中 需要保持输入的图片和输出的图片 差异尽量小 这两组编码器分别对两个人进行编码和解码 这两组自动编码器的编码器 是共享权重的 实际上它们是属于一个编码器 在训练过程中 我们需要这两个人的许多张图片 分别训练这两组编码器 这样在转换的时候 A人脸通过编码 可以在通过B的编码器 还原成B人脸 同样的B人脸 也可以被解码成A的人脸 在转换的过程中 首先我们要借助人脸检测 找到先使用人脸检测系统 找到对齐的人脸 输入到编码器 然后通过另一组解码器 得到伪造的人脸 再放回原图 然后进行融合 我们看到这个女孩的人脸 被凯齐的人脸所替换 他们俩的表情是一样的 我们介绍第一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基于 卷积神经网络 通过卷积神经网络 是目前进行图片分类的 一种主流的方式 我们使用了一种浅层的CNN 我们试图让它抓住 比较低层次的图像特征 我们刚才看到的 人脸视频 从目前来讲 Deepfake它目前所产生的假脸 有时候会产生一些 容易被发现的痕迹 比如说边缘生硬 在视频中人脸会有抖动 还有颜色模糊 还有人脸扭曲 颜色不均等情况发生 我们第一种方法 就是呢 我们第一种方法输入模型的呢 就包含了这种融合边缘的信息 它首先利用 人脸检测器 来找到人脸的核心区域 然后进行外延 这样就包含了 融合边缘的信息 我们的数据集是开源的 从视频中提取了 六万多张假脸图片 和六万多张真脸图片 这些图片有高质量的图片 也有低质量的图片 用人脸检测 找到人脸的核心区域之后 再外延0.5倍 实际上就是1.5倍的人脸框图 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还进行了数据增强 将它进行缩放等等这些操作 这是我们使用的模型 大家可以看到 只有三个卷积层 使用的是LELU激活函数 虽然简单但是很有效 准确率能达到99% 我们这种方法 它的假阳率很低 就是说真脸很少会被识别成假脸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特性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第二种方法 基于人脸识别模型的 刚才我提到了 我们提到了 人脸识别模型 实际上是很难区别真脸和假脸的 但是第二种方法 我们使用了人脸识别模型 那我们是怎么样做的呢 首先我介绍一下FaceNet FaceNet是开源的 目前是最流行的人脸识别框架之一 它是一个典型的深度CNN FaceNet会对输入的人脸 进行一个映射 会把输入图片 映射为512维的向量 在进行两张人脸的比对的时候 实际上是计算 这两个人脸对应向量的距离 比如说欧式距离 数值越少 认为这两张脸越相似 我们这个方法使用的数据集 和刚才介绍的方法类似 区别在于我们这个方法使用的图片 仅仅是人脸的核心区域 我们通过FaceNet提取的向量 作为我们训练模型的特征 我们用SVM作为我们的二分类器 在这里FaceNet实际上 是作为一个特征提取器 来发挥它的作用 我们这个方法的准确率 能达到94% 这个方法实际上使用的是 更高层次的特征 更抽象的人脸特征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 我们第一种方法 它的演示效果 请播放视频 这个是基于简单CNN的方法 准确率有99% 这个是第二种方法 它检测的效果展示 请播放视频 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的准确率 有94% 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介绍了两种 检测换脸视频的方法 换脸视频有很多针 实际上我们只要 对某一些针 确认它为假脸 我们就可以判定 它这个视频 是伪造的 目前伪造视频 目前伪造视频 有很严重的安全威胁 举一个例子 现在用deepfake技术 来制作假新闻 用于 用于诽谤造谣 这些勾当 还有人利用deepfake 来制作勒索 敲诈这类的视频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技术 来检测 这类安全威胁 我们所介绍的 第一种方法 是基于CNN 是一个简单的CNN网络 虽然简单 但是它能工作得很好 我们这种网络 提取的更多的是 第一层次的特征 基于人脸 第二种 基于人脸识别模型的 检测方法 它更多的是 使用高层次的 更抽象的人脸的特征 在第一 我们发现在第一种方法 所错误分类的图片中 我们在使用第二种方法 就是基于人脸识别模型 进行检测的话 准确率还能达到64% 这说明这两种方法 使用的特征 是不一样的 谢谢大家 我的演讲讲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